新抗登革热 那这个是刷的动作 拿起水桶刷牙刷 再把积水倒掉 登革热防疫这些动作不能少 也因为登革热防疫经费 韩国瑜和中央杠上 眼看火药味越来越浓 行政院副院长陈其迈 19号特地南下都军 两人正一同框 也让原本的烟消味少了不少 新抗登革热 韩国瑜特地临时更改行程 和陈其迈一起视察市场 镜头前上演中央地方 齐心防疫 因为补助款已经核准了 今天中午我从行政院 南下高雄的时候 那奉院长的指示 他跟我在行政院 我已经行政院已经批准 高雄申请了 5,318万的这个经费的补助 陈其迈说上周五晚上 高雄市府已经补件电子公文 给卫福部 周三一早 和院长就批准公文 5,318万元的补助款就会到位 希望高雄市府能够把钱用在刀口上 全力防疫登革热 因为防疫是同作战 我们也不希望说 这个有太多的政治工房 或有太多的这个政治口水 呼吁少点政治口水 全力防疫 政院大动作南下宣誓 高雄市府也发新闻稿 感谢政院 更成立登革热防疫指挥中心 韩国瑜也亲自担任总指挥 毕竟要经费给经费 还有副隔魁亲自到第一线 蚊子不分蓝绿 这场防疫大战谁都输不起 环宇新闻 林伟凯玲玉人刘亦如 高雄报导